在环境这部分我花了三年的时间 那我看到的这个环保的世界呢 人呢 人是很 参与环保的这些人数是很少的 跟台湾所有的人来比 那我想知道说 在三年来 这个今天是最多人的一次 那我是想知道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突破这样一个困境 因为人数比例实在是太少了 有没有可能透过其他的 就是说有你们去影响宗教团体的这些大佬 让他们能知道 那他们有很多信众 或佛教团体或什么什么 就是我们不是说只是靠几位老师 靠荒野靠一些人自发信的 我觉得这个力量太弱了 三年来我看到没有太大的进展 那我想有没有可能 就是说我的意思是说 透过一些不论事啊 什么事啊 什么怎么样的一个 一个一个既有的团体去把这件事情 可以更快的破绽 因为实在没有时间等待 不好意思广告一下 我是公民记者好奇宝宝 你们可以上我的网站 那如果今天的可以的话 我会把它上到网站去 就是上一次就10月7号 我们的PF2.5的所有的演讲的部分 那已经全部把它全部把它 拨在公民记者的上面 这个网站就可以搜寻的到 刚刚好奇宝宝宝的意见 就很多人想到了 我们都希望用比较快的方法 来达到比较好的一个成果 当我们跟这个社会的结合 现在我们就说到这个社会的影响越大 你要做改变是越困难 我们现在的选举来一来一说 今天这个社会怎么运作 你选出来的人 他一定要复合现在社会的运作 你要他去改变 根本就不可能 如果他去改变的话 今天就不会被选出来 这样再听懂吧 所以我们希望今天目前 社会最有影响力的人 最有决定权的人 来帮我们做一些改变 但是最不幸的是 我个人认为是 他竟然在社会里面 拥有这样的主导权 他就会替现在目前 拥有影响力的人去鼓舞 不会去鼓舞我们这些 叫什么叫边缘的运作的情况 所以说从过去的很多的例子里面 都是要从 叫做不是主流的部分 他有具有影响力 而且这个影响的剧情 我以前 实际上 好奇宝宝可能以前不知道 陈老师在1996年到2000年的时候 曾经办了七起的环境步道师 张老师应该把NAS也是这里面的其中一个成员吧 没有 那个曾经的 今天他在我说 有提到从每一次的报名 就1000人里面选200个 总共办了七起 有一千多个人 只是在过去一直 一直都没有 没有去拟集这个力量 就让他到处去生根 所以现在目前可以这样说 在环保运动 运动上面的 台面上的人 多少都跟那极其的环境步道师 有间接或直接的关系 几乎是泡好不掉的 那我们就要讲说 我用一个 也许我是一个学者 所以可能会怎么 会不够现实 如果有现实 我们等一下请张教授来说 就会说 我们都知道 我们这家电脑发展的速度非常的快 对吧 好 那如果我们在座很多人 跟我应该很深刻 Apple 2刚出来的时候 好 就被认为什么 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装备 因为Apple 2之前的电脑 是吧 都是用房间那么大的 叫小电脑 都是房间那么大的 叫做桌上型的 叫mini computer 但是你知道 那个时候是 运动是多快呢 我们就说 那个时候 那个硬碟是20Mb 那个叫软碟 5Mb 你看看5Mb 那个软碟是33.6K 3.5寸的 那个软软的 33.6K 我们现在随便一个什么 一个学生碟的 就是32G跟什么 64G了 你看这个多好备 他是用备数在什么 在混动 我小时候 我就听一个故事 我们家乡的故事 说有一个猪肉商 跟一个女商 在打捕 因为那时候聊天 不能在室家聊天 在公共场所聊天 这个猪肉商 他把猪肉卖完以后 到女商店那边去聊天 聊天那时候没有什么好聊 聊到后就打捕 猪肉商说 我每天送给你十斤猪肉丝 但你第一天 你知道什么 你有一厘米 第二天 第二个 两厘米 那一年后 我来搬米 我每天送给你十斤猪肉丝 这是我小时候 我们当一个故事 你可以想想看 一年后的第三百六十五天 这个吧 这个猪肉商要在搬米的时候 要点多少米 二的三百六十四次方 那一天十斤 三百六十五天 是三千六百五十斤 我们这样用个简单来看 如果你是十斤的时候 加十斤是加一倍 对不对 如果你一百斤的时候 加十斤是加什么 十分之一 对不对 如果你是一千斤的时候 加十斤是什么 是一百分之一 对 你一直加一斤 加到后来是什么 是已经不会影响到整体的 整体的量 那是什么 已经不会改变了 那我们这样的做法 叫什么 要等等差极数 如果等比比数 今天一粒米 只有两粒米 对不对 当你累积是一八米 就隔天 就一八米 如果你是一黄金的米 就隔天 就增加一黄金的米 如果你这一个地球 这么多多米 就隔天 就增加一个地球的米 所以二的三百六十四方 是多少呢 我们用最简单的 很多人听到数据就会怕 二乘以二就是四 所以四就减少一半 三百六十四变成182 182个四乘在一起 四乘以四变成16 变成91个16乘在一起 16乘以16 256 45个16 还有一个 45个256 还有一个16 留下来乘不进去 256乘以256是多少 很难算的吧 65536 多少个65536 22个65536 还有什么 还有个256 还有乘以256 还有乘以16 对吧 好 655三要乘个65536呢 博安王省啊 我们慷慨一点 就把6以后数目的变成什么 变成6万嘛 就是6乘以10的四次方嘛 要乘以22次嘛 我们知道就6的后面有四个0 对不对 如果我们再乘以4的变成八个0嘛 就两个6乘在一起嘛 对不对 所以把它解开 就6的22次方的22个6乘在一起 后面加什么 加88个0 三个0叫什么 叫一千 六个0叫百万 九个0叫什么 叫十亿 十二个0叫什么 叫做一兆 用我们现在电脑来说 一千叫什么 叫做K嘛 百万叫什么 叫M嘛 十亿呢 叫做G嘛 一兆呢 叫做T嘛 我们现在目前的外接式的硬碟 一般是1.5T到3T 这个附近 我现在目前用的是1.5T了 12个0叫做1兆 24个0是吧 是1兆是什么 是1兆变 88个0 前面还有6的22次方才乘以256才乘以16 还有我们刚刚省略叫什么 那个树木字 好 我们要说的是 很多事情刚开始的时候 看起来什么 都没有什么 那这次我们过去一直台湾在社会发展里面 在说什么叫老鼠会的运作方式 一只老鼠生两个两个生四个 最后什么 你是不是最后那一只老鼠 好 那最后一定会垮掉 这等比其实数据上在转 在膨胀 那这太恐怖了 那 陈老师 会做这件事情 就是希望 我们在现在的情况下 虽然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看这些都是关键 而且其实如果真的愿意的话 要改变是很快的 非常快 当我们看到电脑 从刚刚说的5mega的那个硬碟 到现在的法制是用T的在算的这个硬碟 整个运作在刚开始的时候 35MHz的运作运作速度 我读研究所的时候 我们那个标本管 要刚开始出现照扫描器 把它用手动 可以把它标本把它扫起来 存到硬碟里面是400G的 我那时候进去电脑一按开 蹦蹦蹦蹦 蹦蹦蹦 欢迎来到35MHz的世界 那是Windows 3.1的时候 3.100刚出现的时候 很快 非常快 只要大家愿意的话 我会补充一下 我说 去影响这些有影响力的人 事上也是一个可以去尝试的 不过那个要不同的人 角色的人去做了 事上我们就观察 方野这几年的改变是 蛮正面的 以前老师讲我们几个团体 对方野的评价都不甚高了 找他去做一些抢救什么环境的运动 方野都不参加 但是 方野这几年有在改变 我想 这个一方面是他们自己 一方面我想有更多的这些互动 也是有影响 但是基本上我还是认同 梁老师刚才讲的 那些有影响力的 你也不要花费太多时间 尝试要去改变它 那我觉得说有更多的环境 关怀者来用不同的方式来参与 这很重要 那 以前为什么这么多人参加 现在为什么这么少人参加 那跟社会的改变有关系 以前我们在做社会运动 环境运动 那个叫做搞群众运动 现在的社会是分众的社会 是让各位可以去观察 这几年有几个社会运动 可以去观察 那其中一个就是那个 热身 热身那个运动 绝大部分的参与者 都不是靠组织动员来的 都是网络 他们看到网络的讯息 自动去参与的 那将来这个会变成一种常态 那包括关心团的参与者 那这种人就是怎样 他是短时间关注 那他也很愿意付出一部分的时间来帮忙 但是这个就很麻烦 因为他不是长期参与的事工 所以这个环保团体的专责人员的专业性 要提高 他有才有办法很有效的去组织这些 善兵游泳 就是短期间参与的事工 那这个是我们将来面对社会 这个部分就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 才有办法去整的这个世界 事实上目前全世界很多公民社会的运动 都有这样的现象 所以透过网络 透过各种不同新的媒体 而不是透过传统的那种人际关系 去宣扬这样子的一个理念 这很重要 那另外就是说 陈老师一直提醒我们 就是要壮大事情 壮大事情 那所以 就连我们这些 是认为是非常关心环境的人 我们心自问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环境里排自己 还是环境之前还有家庭 还有这个民主 还有什么 所以台湾的很多资源 我们还是给宗教团体给政治团体 那环保团体都非常少 要想办法去 用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去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在云林 我们也尝试去类似搞宗教这样子 我们要去找一块地 然后找这个陈老师去筑山 真的 现在社会有太多人心灵破碎 对啊 他不适应那种 那我们要去引上环境做 他来这边 他就跟大家一起跟做 一起去做善灵的富裕 生态富裕 去实践这个陈老师的那套理论 那我们希望用环境信托的方式 一块地一块地把它埋起来 然后愿意来这边生活 或是这边他就变成一个 环保团体的夏令营训练基地 我们是不是可以去 有这个信心去做到那一块 他变成真的是一种生活的实践 而且真的要去扩大社会的影响力 那一旦台中这边有 云林这边有 彰化这边有 好像寺庙这样子到处 他像教堂这样子到处 老师讲前几年我一直对于 陈玉峰老师的这几年的遭遇 有点不平衡 就是说 为什么一个未环境付出这么多的人 在晚年的时候 他要面临这么大的一个 所以这个 这个很大的一个人生的挑战 那某一个程度就是说 后来我就知道说 陈老师的那个理想很难在我们的体制内 在我们这种大学里面 政策实践 大学已经不是那个 当初的那种大学了 他的确要跳出来 但是他陈老师现在生活我们是要苦哈哈的 不应该嘛 就是这个 一个出家人 师父他接受地食的供养 都可以活得蛮充裕的 为什么我们这些好环境的 要真的这么苦 当然我们不用说 呃 要活得很好 要开冰市嘛 但是至少生活没有欠缺 那我们希望说 将来包括自豪 包括这些年轻人 他要来参与这个环境的时候 环境运动的时候 他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生活保障 有一次我们邀请那个香港的Greenpeace 我本来以为我对香港人都不以为然 但是那次我真的太敬佩他们 香港的Greenpeace 他靠街头木管 养了七十几个钻石 结果我们台湾生态协会这么大的 台湾也算是蛮有名号的 两个钻石 台湾环保联盟 现在也差不多是两个钻石 两个半 有够可怜的 事实上我们真的还没有真的聊而已 那像香港Greenpeace 他们就是用很专业的方式在搞NPO NGO 所以他们不只在香港工作 他们把他们的工作人员 送到中国各地 送到甚至海外去 那这个 我们才会关心环境呢 我们真的要有这种观念 去壮大这个力量 我们才有办法真正去发挥 影响社会的这个力量 而不是自己在那边唱高调 觉得自己很清高 我想那个不是我们真正想要打造的 所以我们希望这是社会改革 是这个世界能够改变 那就是我们的社会 如果可以用到这些意见 我们下来看 我们下来的那边 我们下来的那边 这个力量 那就是这种意见 我们下来的力量